我们在这一节呢理解下mocha中的平面追踪系统 我们在前一节呢也看到了怎么样呢去加载mocha 并且呢替换上中文版的完整的mocha的版本 那这边呢我们导入一些素材 我们还是在这个mocha demo中 我们就随机加载一个样片 那这边导入一下 首先在这个素材中呢我们选中视频 通过动画菜单进入到mocha 系统呢会把视频发送到mocha 并且呢在后台建立跟踪的连接 那我们这边只需要等待mocha的启动和mocha的自动完成 那么它会弹出mocha的窗口 并且呢加载视频的相关的素材信息 这边可以看到加载之后 你会看到关于这个素材的名称 包括它存储数据的结果 也就是跟踪数据的结果 那么默认呢它会放在你原素材目录的results 这样的一个目录中 然后你会看到它的一些帧数 包括帧数率像素长官比 这些呢我们不用设置 直接确定 那在这个预览窗口中 我们看到mocha的界面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的预览窗口 你可以拖动去查看 然后我们的顶部呢是一些工具栏 比如说移动工具 试图的移动工具 包括一些放大和缩小 那这些呢用鼠标拖动 可以看到它的变化 然后还有一些绘制工具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 X和B 我们这种线段的和背材而曲线的 那还有一些钢笔的工具 加上一些其他图形的工具 包括平面的工具 然后这边呢会有一些基本面板 比如说我们默认的工作界面 基础的经典工作界面 或者是这种大的工作界面 然后是进行Roto时候的工作界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在这个 试图中点击相应的工作界面 那这边点击试图 点击布局 这边还可以回到我们的 Essentials基础的工作界面 在这边有快捷键 如果经常切换的话 比如说我一和四经常切换 你就可以去用这个快捷键去切换 然后这个是它的工具栏 左边就是我们的图层 如果图层中没有内容 这边呢也没有任何跟踪 然后我们这边呢 可以点击下这个X 绘制一个平面 比如我在这个窗户上 本身这个MOCA呢 它和我们之前AE中看到的 这个这些跟踪呢 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些跟踪呢 都是基于点进行跟踪 而我们这个MOCA呢 它是基于这个平面 所以它是一个平面跟踪 你需要的绘制平面 那什么样的图形呢 是平面 那我们这边可以简单的 说一下这个平面的关系 我们这边换到这个PS中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那我们说的平面 比如说你窗户的这个面呢 可以称之为平面 那我们这些墙面 它可以称为平面 这些我们看到 这个可以叫做平面 这些呢可以叫做平面 那同样你的这些面呢 都可以叫做平面 包括我们看到右边 那我们这些窗户 这些区域呢 都可以称之为平面 那同样我们这些区域 平面 同样这些区域 当然如果说你要跟踪 中间这个区域的话 那这个地方它有一个 这种扭曲的角度 这个地方就不能称为平面了 但是你周边的这些区域 它可以称为平面 然后我们靠近它的这些区域 这些呢可以称为平面 包括这边侧面的这个地方 可以称为平面 但是如果说你把 我们换个颜色 我们把这个地方跟踪的话 那这个地方它本身不是个平面 所以MOCA呢 它不能很好的 对这些非平面的区域呢 进行跟踪的处理 所以明白了MOCA 它的一个核心的跟踪方式之后 我们在这边就可以去绘制 简单的跟踪 比如我在这边用这个X工具 鼠标左键去点击 然后点击 这边就点击 点击 画好四个点之后 鼠标右键按一下就可以闭合 然后你还可以去拖动调整这些点 那你会看到 这个面刚好是在这个平面上 我们下边就可以点击 这边的T进行举动 那么这个T呢是向后一针 然后后边这个T呢是一直向后 那同样这边是上一针 然后一直向后 这个是一直向前 所以我们要跟踪的话 这边看到涂层一已经出现 你可以去双击一下 这边可以修改 比如我这个跟踪的是窗户 我这边可以用中文的去打这个涂层的名称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窗户 然后这边的眼睛显示和开启它的这个跟踪涂层 齿轮呢就代表是否对它进行追踪 然后锁定 当然也有这个颜色的控制 你可以去修改自己喜欢的颜色 也就是这边看到的这个线条 那我们这边让它向前追踪的话 系统呢在加载之后 会看到上边会有这个跟踪的一个显示 然后跟踪完成之后呢 这边会有这个缓存 我们看到蓝色呢都已经生成 下面这边有一个循环播放 你可以点击一下 变成循环或者是单次或者是左右 我们这边改成循环的话 然后你再去点击这边的播放按钮 那你可以看到你的跟踪结果 播放到后边非常的稳定 然后这个是一次 然后你可以去修改一下 点击它的这个类型 我们看一下你还可以去倒放 这种循环的方式 所以播放模式呢就看我们自己的需求 通常来说我们都习惯了这种单次 也就是从左到右 或者说从右到左 或者说你去拖动 你都可以去看到跟踪的变化 那么个人更倾向于拖动去看 所以这个平面 我们看到追踪的还是非常稳定的 这是我们第一个追踪的结果 那你的下边的 如果要看到一些跟踪方面设置的话 我们看到这边呢就会有 你默认情况下跟踪的是 它的这个位置 缩放旋转倾斜 没有跟踪任何透视 当然这些我们后边呢会去讲 然后我们在这边 如果要看到跟踪平面的话 点击下这个S 这个就是我们最终要贴合 放置内容的一个跟踪的点 那我们这边可以拖动一下 比如说把它放在窗户的这个中心 或者是它的边缘 这个是我们要替换的内容 如果你想看到它的透视关系 点击下这个粉色的网格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你在调的时候 会看到透视关系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播放的时候看一下 你所有的内容呢 在这边都可以看到非常的稳定 贴合在平面上 这是一个窗户的单独的一个数据 那如果你加第二个数据的话 比如我再点下X 我再去点击其他的地方 比如我点击这里 它会出现新的图层2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尽量呢 不要开启这些参考线 这边右键闭合一下 我们做好之后呢 再去开启 这边可以再拖动去调整 那如果说你想跟踪这个区域的时候 甚至是我们再画一个区 比如这个区 我们去跟踪这两个区的时候 然后我们不想之前的窗户呢 做运算 你就可以去掉这个区域 那我们这个时候可以让它 从后往前 这次我们让它往后去追踪一下 但是我们画的点呢 不在刚才的位置 所以这边会产生偏移 那我们只能说再回到 刚才画的这个点的位置 然后你让它从后 向后去追踪一下 这边窗户没有参与运算 所以它不会动了 那我们再拖到这个点 让它往前去追踪 这两个点呢 又会重新开始计算 跟踪我们的数据 根据你选定的区域大小 包括复杂的程度 它的跟踪时间呢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那这样呢 我们又跟踪了两个区域 你可以看到 它是非常稳定的贴合在这个平面上 然后你可以点击每一个图层 显示一下它的这个平面 那我们这边可以指定一下它的位置 然后下一个图层选中 这边拖动一下 指定一下你要跟踪的内容 所以当你确定一个关系之后 这边我们在下方呢 是可以点击图层属性 比如你在这边可以去插入相应的内容 比如说网格 然后我们图层二呢 也选择这样一个网格 我们之前的窗户 我们这边也选一个网格 它主要是给我们做测试和观察使用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网格观察 我们的跟踪数据呢 是非常稳定的贴合在我们跟踪的这些平面上 当然这些数据除了这些跟踪设置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设置 那我们在这个切换到经典界面的时候 你会看到下面呢 除了跟踪的调整之外 这边还会有我们通道的一些设置 默认的是根据我们这个图像的这种亮度的进行跟踪 当然也有自动通道 自动通道就是根据红绿蓝镜追踪 包括像素的一个最小化 那么像素最大呢 你可以设到100 100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数值是最好的 但是你根据分辨率越高 图形越大的这种特性 我们调到很大的时候 你跟踪的数据呢也会越大 当然视频中也会有一些噪点 或者是运动模糊 你调到100的话 也不能说最好的保持它的一个特性 当然我们可以尝试用到100 系统默认给到了90 所以根据一些视频的特性呢 还会给出一些平滑的设置 比如说应用一些模糊 或者是锐化之类的操作 但是我们不建议呢去这样子操作 跟踪的时候呢有四种类型 然后你的视频呢是属于大的小的 还是需要手动追踪 这个是我们默认看到的区域 基本上我们在跟踪的时候呢 不用去调这些 后边呢我们讲到其他模块的时候 包括一些精准的设置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打开这些模块 当然这边我们可以回到基础界面 那么我们在这个视图中 下边的这个参数属性中 也可以单独的再把这个面板开启 所以看自己的需求 如果觉得你的跟踪区域呢 不是很大不够用的话 我们在默认情况下呢 可以把它去掉 这样子就是默认的 这个标准的工作界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